本分局草南派所振兴远警 在今天1点40分 原本在处理交通事故 接到10派案 转往处理家庭纠纷案件 驾驶巡逻车 沿途有开警示器及名底 行经永美路跟四维二路口 以另外一部自小客车 抑郁左转发生碰撞 造成该名陈姓驾驶伤重 乘客轻伤 经送往天城医院急救 后来转往林口长庚医院 在5点25分宣告不治 双方驾驶人都没有喝酒 相关的证据已经都整理完毕 送到桃园地检署来侦办 冷水中的周围地双方式